嗨 大家好 我是负责母图叔叔频道的 来来去去K-pop新闻栏目的汉果冬冬 母图叔叔建议我 要不要当这个栏目的实习生 如果他请来了正式的主持人 我会被赶出去 那之前由我来主持一下 这个来来去去K-pop新闻栏目吧 新鲜的第一个新闻 喝奶粉的爱豆Klassi 嗯 四代女爱豆Klassi出演了MBC的中益节目 Klassi有四个成员 是07到08年的时候 在节目中的经纪人说 他们都是儿童 他们要好好长大 所以我要给他们准备 放姿势的营养便当 接着还出现一位 乘务员喝奶粉的场面 引起了网友较大的争议 更有趣的是 这后面经纪人还自相矛盾地 监督乘务员吃零食 强迫他们减肥 刚刚的奶粉和姿势便当呢 对此网上的反应 主要有分三类批评公司 太做作了 公司订的人说好奇怪 这过分的人说 啊 原来是光居家的爱豆啊 可怜的孩子们 是光居家的 苗总 成员没有罪 这公司真的有问题 对人设的批评 这人设要吐了 好恶心 即使他真的在喝奶粉 也不应该在节目中放出来 能看出他们要的是什么效果 太脏了 公司行刑吧 比较认真的质疑 奶粉是高热量吧 谁减肥喝奶粉啊 网上几乎找不到 对这件事情的积极评论 但大家也认知 成员的年龄比较小 而且他们都是刚刚出道的新人嘛 把箭头都直向了公司 接下来是有关于 Li Seraphim的消息 You should get away I'm fearless 讲讲 卡兹塔 中村一夜 他出道后呢 马上就登上了 韩国女爱豆的新的门面 连出席时尚活动的新闻图 也成为了热门 历代起气质 自然美爆发 眼睛也很净凉 最近他最美了 很高级 优雅 动图更好看 完全是演员气质 韩国人超喜欢的美人像 太喜欢她的脸了 新闻图竟然是这个种度 好高级好美 韩国爱豆圈呢 因为颜值 活到这个种族的人 就之以后 一些人质疑啊 这是不是公司的营销啊 LCR平出道前 就已经占领了 各个网络论坛的热帖 而且这些热帖里 反复的出现类似的词 有被质疑过 但怎么说 即使是营销 但是效果这么好的话 只能说这个人的魅力 真的就太强了吧 最新消息 昨晚写着 金嘉兰名字的校园暴力 委员会文件在网上公开 围绕金嘉兰的校园暴力 正义再次扩大了 对此Source Music 表示他们的立场没有变化 他们已经开始了 一系列的法律对应 大多数韩国网友 还是坚决的反对 金嘉兰参与这个组合 如果这是真的 那不是完全在 给组合拖后腿吗 Type怎么想的让他知道 到底干什么 居然还开了校园暴力委员会 当然也有人静看待的立场 这文件连概章都没有 怎么相信得了 文件下面可能是这样写着 无校园暴力嫌疑 所以最重要的是 下面结论写着什么 目前看来 Source Music的立场也很坚定 大多数冠军的立场也很坚定 不知道最终 大家能不能看到 大家想要追求的真实 最后一个消息 韩国人可能不知道爱豆 但是没有人不知道林英雄 他是通过Trot选秀 Mr.Trot出道的歌手 因此他就有50岁60岁以上的 众多粉丝群 最新一次音乐银行 林英雄跟Lesserafin Lesserafin又出现了 比拼第一的位置 林英雄的音乐分数 专辑分数都大幅的超过Lesserafin 但是因为放松分数低太多 所以输给了Lesserafin 很多人觉得这个放松分数高低 就只取决于有没有好好节目主 网友也指出 曾经金代言等歌手 也被这个放松分数错过了第一名 只不过这期的受害者 是背着居多大妈大叔粉丝的林英雄 他的粉丝有财力 有力量 电视台再也不能无视这种抗议的声音了 那今天的新闻就到此结束 来来去去的时候 大家可以打开看一下 我接受摩托书是建议的原因是 新闻传到国外的时候 有些根本在韩国就是一些奇怪的争议 可能被当作是全体引起的争议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韩国看国外的消息的时候也一样 会觉得 啊 国外的网友这么闲 这么天天攻击一人 我觉得这是相互都一样的感觉 所以呢 下一次再见吧 结束 下一次